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节目咱们来说说越南国姓阮的来龙去脉 阮在越南人口中占到近一半为越南第一大姓氏 姓氏阮来源于古代的阮国 阮国位于今关中以北一带 阮在近似秦汉官话的广东话中发音为远 在近似唐代官话的闽南语中发音为管 在近似宋代官话的客家话中 并且在越南语中皆发音为女儿 在无语上海话中也近似发音为女 在满清中期以后 清廷下令将满洲话的汉语即北京话定为汉语官话 软在北京话中发音为软三声 也就是说自清中期开始 汉语中才有了卷舌音 知诗诗语 比如日发音为日 软发音为软等等 据杏处记载 殷商时期在今关中以北 有阮国、贡国、秘国等诸侯国 阮国为高尧之后裔 衍姓高尧的一个后裔风于阮国 据竹书纪年记载 商末商周王年间 秘人亲软西伯率师伐秘 周元甲骨163号记载 金秋王希克王秘 诗大雅黄蚁记载 秘人不公赶据大邦 亲软除贡王赫私募 远整齐吕以恶除吕 秘国侵略阮国共国于是西伯昌 也就是周文王借口救援阮国共国 出兵讨华秘国 周军不但灭了秘国 并且连阮国共国也一起灭了 增加了周国的国土 阮国被灭以后 其人流散各地以阮为姓氏 汉时期姓氏阮成为陈流 今河南开放一带一大姓氏 司马氏篡位建立禁帝国 当时著名的竹林齐贤 其中的阮集陈流 今河南开封人士 性格傲然豪放 曾登广武城 观楚汉项羽刘邦交战的国战场 他瞧不起项羽刘邦 感叹 事无英雄 使数字的成名 此句随成千古明年 东晋时期 出身陈流阮氏的汝南人阮富 出任焦州刺史 而南北朝时期 陈流阮氏还有 其他一些人在交纸地区为官 阮性从此传入越南 五代十国时期 越南独立脱离中国 李朝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强大王朝 立国于1009到1225 大致与宋朝同时期 后来 李朝被全臣 陈首都推翻 陈首都建立陈朝 陈朝为了消除强大李朝的影响 于是下令李姓改姓 在古代历史上 李软皆出自偃姓 都是高尧的后裔 实为同一家的子孙 因此陈朝皇帝下令 全国李姓皆改软姓 李朝强大 越南全国姓李的很多 李改姓软 越南全国软姓数量大涨 随成为越南第一大姓氏 18世纪满清乾隆时期 越南西山朝击败清军入侵 西山朝的皇帝是汉人后裔 元姓胡 因阮姓在越南人多 故改姓阮 此后 以前的阮王政权复兴 对西山朝造成严重威胁 西山朝阮氏兄弟恐惧 随与清朝讲和 喜欢吹嘘的乾隆 认为这是西山朝的归顺 是安难归降 大吹大雷为 他的所谓实权武功之一 1802年 阮王政权的复仇王子阮复应 最后推翻了 与阮王政权 结下深仇的西山朝 升秦 西山朝皇室 将他们全部处决 然后建立了阮朝 阮复应向嘉庆帝 请示国号为南越 嘉庆帝改为越南 意为越之南部 历史上的百越 北部为广东广西 南部为越南 但很快 阮朝就发现清朝外墙中根 于是在鸦片阵争前一年 事实上完全独立 自称大南帝国 与大清帝国为平起平坐的南北朝 称清朝为北朝 不过大南帝国的独立 也没有持续太久 当时是19世纪 欧洲列强达到顶峰 1858年 经过交战 法国击败越南 越南并入法国 此后被分为三部分 东部京都地区 越南主体民族为京都 安南南齐 其中东部京都地区和南齐 由法国直接统治 而安南以及大南帝国中心区 由阮朝统治 成为法国境内的自治国 阮朝的末代皇帝 年号宝代 名为阮福田 生于1913年 1945年二战结束 阮朝也结束了 宝代流亡香港 后曾短暂回归越南 法国在二战中 被德国和日本打废了 二战后 齐下废领土纷纷独立 1954年 法属印度支那独立 1955年 宝代永远离开了越南 定居法国 1997年去世 他是阮朝末代皇帝 只有年号 无 世号 妙号 零号 在法国期间 1988年 宝代皈依天主教 叫名让罗贝尔 以后的阮姓名人 包括南越总统阮文哨 越共领导人阮富重 越南总理阮静永 越南国会主席 阮世金银等等 好的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